有个 他以唱歌游戏的方式 诱导了我朋友领埃领养的小孩子 念大水球咒 我的朋友同意的 那小孩五岁了 以游戏的方式每天念一遍 大水球星咒一年多 小孩子不知道自己念的是神咒 就当作是游戏 请问这样的情况 这小孩子得到大水球星咒的利益跟功德吗 一样的就像佛塔 不小心碰了 看了 包括不动佛星咒 接触到了都得到利益 我本人也因为熟悖了大水球星咒 时常无意识的像口头禅一样 毫无观念的念诵了 这样对佛法神咒有没有不恭敬 没有 但是你用心的时候力量更大 你不用心的时候 咒有咒的力量 就像看到佛像 有佛像的教室 看到寺庙的寺子 大水球星咒 各位 然後呢 把大水球金看一遍 那個很短那個金很白畫很短